大家好,我是大雄 备受胡粉吹捧的胡塞武装昨天又闹笑话了 胡塞武装大概是被美英空袭的头魂演化了 昨天竟然袭击了俄罗斯,成了最搞笑的猪队友 据路透社报道 据英国海事安全公司安波雷称 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在导弹袭击中 错误的瞄准了一艘运载俄罗斯石油的游轮 据悉,这还是胡塞武装第二次错误的袭击 运载俄罗斯石油的游轮 乙军在加沙的战斗仍在集军 在越南河西岸阿多拉镇附近发生一起重大的安全事件 据报道,三名巴勒斯坦枪手向一群平民开木舱 然后被以色列安全部队击毙 过去一天,乙军再次袭击了加沙的哈马斯基础事实 消灭了数十名恐怖分子 其中包括哈马斯、努赫巴部队领导人 以军继续努力摧毁哈马斯火箭发射能力 自加沙战斗开始以来 有700多个火箭发射器 被空军和地面部队的打击摧毁 据统计,哈马斯在加沙发射的 2000多枚火箭弹均未命中 这些本想杀死以色列的人的火箭 已经杀死了不少的巴勒斯坦人 所以摧毁哈马斯发射火箭的能力 实际上也是在拯救巴勒斯坦人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表示 迄今为止,加沙已消灭了9000个哈马斯分子 哈马斯们被消灭的消灭,逃跑的逃跑 据为加沙居民称,哈马斯的人 已经修剪了胡须,躲在平民中 以避免以色列国防军的暗杀 加沙居民还说 哈马斯正在窃取援助物资 据以色列国防军表示 加沙南部的哈尤尼斯的哈马斯营 完全丧失了军事能力 哈尤尼斯旅由四个哈马斯营组成 其中北方营被以色列国防军定义为 以完全解散的影 加沙的战斗很激烈啊 但远远不如战场外激烈 因为南非在海牙控诉以色列 对加沙进行种族灭局 在舆论场上弄的声势很大啊 这个世界上有的人以立场战队 有的人以是非战队 南非就是以立场战队 不是文明的立场啊 不是民主的立场 而是哈马斯的立场 而当哈马斯的支持者 纷纷抱团战队的时候 民主国家呢 幸好的是对于南非 对以色列毫无根据的指控 美国表示反对 英国表示反对 德国反对 奥地利反对 加拿大也反对 其中特洛多还猛烈的 反驳了南非的说法 话说南非的一番骚操作呀 令哈马斯感动不已 哈马斯大徒子 伊斯美尔哈尼亚 感谢了南非的支持 看吧 这世界依旧是 人以群分 物以类聚 非哈俄一序 五个好兄弟 抱团很卖力 要穷一起穷 要死一起死 南非为了战队哈马斯 真的很卖力 当以色列记者 询问南非国际部负责人 该国是否将哈马斯 定义为恐怖组织时 南非负责人竟然说 我们没有将其定义为恐怖组织 因为他不在我们的领土上活动 所以不是 我那个去呀 最后谈点我的感想 我的感想很简单 我希望哈马斯灭绝 同时我也希望哈马斯的邪恶团伙一起灭绝 邪恶的灭绝 人类之大性 为了捍卫自由与独立 乌克兰仍在坚持战斗 根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最新统计的俄战斗损失图可见 过去一天 俄阵亡了840人 还损失了10辆坦克 16辆装甲车等 记得前几天 塔夫里亚方向的国防军发言人表示 过去一个月 阿弗蒂夫卡前线已有一百名俄罗斯占领者投降 并且由于天气寒冷 投降的俄人可能会大幅的增加 果然在前线又有一批被俘的俄兵 在战场上不是送装备 就是送人头的情况下 投降对于俄人来说 是一种最佳的选择 至少还能捡回一条俄命 据前线的俄兵讲述 在前线的俄兵惨到了极点 在一则视频中 一个车臣士兵描述了前线的情况 他说 这是一个让人发疯的地方 太恶心了 这里还有一个他的头被扯掉了 我不相信同样的事情 还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他还说 俄兵正在挨饿 喝着水坑里的水 损失惨重 所以说 乌克兰统计的俄战斗损失图 是真实的 据莫斯科时报报道 俄炮兵抱怨 谋险在2023年开始供应的炮弹质量很差 目前在战场上没有太多的变化 梅利托布尔市市长 伊万费多罗夫报道说 乌克兰军队重新夺回了 扎布尔州 维尔伯维附近 半公里的领土 乌克兰地面部队司令 希尔斯基 接受路特社采访时表示 基辅需要更多的军用飞机 来进行战争 例如 A10攻击潘基什飞机 他还表示 A10对地攻击机 在许多战争中证明自己 它能发射多种的武器 来摧毁地面目标 以帮助步兵 这是很明白的提醒美国 乌克兰需要援助 盟友对乌克兰的援助 仍在继续 欧盟议会高级议员 佩特里 萨瓦马 正在收集请员书的签名 以撤销匈牙利 在欧洲理智会的投票权 太好了 如果能踢开欧尔班 这个老鼠屎 援助乌克兰 将会顺利很多 昨天的1月12日 是乌克兰的大日子 英国首相 苏纳克再次访问了乌克兰 宣布向乌克兰 提供25亿英镑的 新军事援助计划 这是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 英国最大的援助计划 据英国首相称 该计划 包括额外的防空装备 反坦克武器 远程导弹 数千发弹药 以及对乌克兰士兵的训练 苏纳克说 我今天来这里 只带来一个信息 那就是英国不会退缩 无论是在最黑暗的时刻 还是未来的美好时光 我们都将与乌克兰站在一起 他也说 俄罗斯那个人 必须明白 没有任何的军队 可以击败自由人民 因此乌克兰必须获胜 我们将协助你们取得胜利 如果俄罗斯联邦发动 进一步的袭击 英国承诺 向乌克兰提供陆地海上和空中援助 看泽连斯基与苏纳克 亲如兄弟般的勾肩搭背 这令人感动 对和平自由的热爱 让他们团结到一起 苏纳克还与泽连斯基一起探望 受伤的乌克兰士兵 泽连斯基说 乌克兰捍卫者的最大愿望 是战胜俄罗斯侵略者 乌克兰人民每天都在为此而战 为此 整个自由世界团结在一起 昨天在泽连斯基访问爱萨尼亚 拉托维亚时 我说过 俄最怕的就是盟友的团结 盟友越团结 俄失败的越快 由日本到基辅雪中送炭 到英首相访问基辅 并送来大理 由爱萨尼亚 立陶宛 拉托维亚 提供新军事援助 到欧盟的坚定支持 这一切表明 盟友对乌克兰的支持 不会松懈 只会更积极 由此可见 俄又失算了 俄原本以为 依靠着打信息战 放出假和谈的消息 就能让盟友 减少对乌克兰的支持 而原本也认为 天天恐吓乌克兰平民 可以盈益大局 结果 盟友对乌克兰更加同情 还有泽连斯基 在与苏纳克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谈到了 关于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 他说 我比12月更积极地看待它 我认为 我们也会在那里取得成功 他还补充说 欧盟 关于向乌克兰提供价值 500亿欧元的 长期支持计划的决定 将于今年2月1日宣布 在每日晚间讲话中 泽连斯基回顾了这两天的重大收获 在立陶宛 在阿萨尼亚 在拉脱维亚 还有英首将的来访 所有这些支持 让他道谢不已 他说 感谢世界上所有提供帮助的人 感谢所有为乌克兰奋斗和工作的人 我为我们的人民感到骄傲 正是由于我们人民的力量 世界领导人才会考虑乌克兰 并希望将乌克兰视为他们的合作伙伴 作为他们的盟友 我们所有人都必须配得上乌克兰所拥有的潜力 更应该感谢的是乌克兰 因为乌克兰不仅仅是在为自己而战 也是在为全人类的和平和自由而战 节目最后又到了有所期待的时候了 马上春节就要到了 大雄想让妻儿过个好年 所以在这里跟大家讨要一些打赏 当然 如果您的经济情况不好 就别给我赞赏了 帮我转发视频 或是推荐给其他的朋友来观看 也是对我很好的帮助 让我们共同努力 一起为正义发声 一份小小的鼓励 一份暖暖的心意足以 祝所有朋友偏爱喜乐 事事如意 愿所有的幸运伴随着你 愿天下大同再也没有战争 会期待